另外在瑞穗乡 瑞穗乡文丹佑这一周期就正式开采 而凤林警分局也同步启动了护佑专案 并且在瑞穗分处所举行了启动仪式 除了是编排重点时段加强巡逻 今年也特别将护佑交安结合了反诈宣导 加强农民打诈试诈反诈等观念 做好辖区农友的后盾让农民有个丰收年 在先议员中肃镇 热税所会首长代表文丹佑农等人的支持下 凤林警分局护佑大队正式启动 编排重点时段加强巡逻 不分白昼还是黑夜 在文丹佑产季期间 时时刻刻来守护农民重要的血汗前 这次的反诈护佑大队 除了凝聚社区的力量 将不法分子远离幼园 并确保了瑞税乡的幼农们 能够在安全和稳定的环境中 继续辛勤耕耘 带来更丰硕的收成 警方将持续指导幼农 如何打诈试诈反诈等观念 并加强自然交通工作 做好辖区农友的后盾 共同维护安宁和谐环境 为社区带来更美好的明天 丰林分局长表示 护佑专案是分局每年重要的勤务之一 文丹佑产季期间编排重点时段 加强巡逻 防止文丹佑农产召窃的同时 也加强文丹佑农交通运输的安全 另外近几年来诈骗猖獗 丰林警分局也超前部署 将护佑交安结合反诈骗宣导 防患未然 也加强农民打诈 试诈反诈等观念 瑞瑟文丹佑农产 这一周期正式开采 凤林警分局护佑专案 反诈护佑大队也同步启动 守护农产交通以及治安 打诈防诈保护农民的邪汉前 做农民最强而有力的后盾 记者是日蓝瑞瑞采访报道